牙医师公会举办青少年牙医培育营 帮每位参加的青少年准备一丝白袍 所有牙齿反而是60到70的咬的力量就在这一刻 来到诊间学员们认真学习 培育营课程中邀请多位牙医师教导口腔专业知识 还带领学员实际体验牙齿雕刻 全口硬膜等牙科实验操作 来了牙医营的感想就是 了解到那个不一样的职业 因为对于牙医也许就洗牙而已 然后还有什么甜甜补补 然后也许帮忙装装夹牙而已 可是来这边发现到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也有像从事牙医这一方面的行列 所以也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走牙医师相关的 那种职业或是职业甚至当牙医师 对也希望未来我能考上牙医师 以前的话我就没有这种经验 所以我觉得我收获到非常多的 对那如果对我来说的话 以后我希望我能利用这些资源 还有我学习到的东西来帮助自己 还有帮助其他人 然后希望我能成功的变成为牙医师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堂课 应该是口腔挨挨友的分享 就是我觉得可以亲自去面对那个挨友 然后看他的长相 然后就是平常比较少的机会 就觉得很特别 课程中安排阳光基金会和恩亲癌症防治基金会合作 邀请口腔外科专科医师和口腔挨友 现场宣导槟口腔癌的危害 今年的青少年牙医已经迈入第三届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参加的人数有比较少一点 那其实前两届的话 我们青少年牙医举办的很成功 也有几位学生 因为参加我们的牙医 然后对牙医系产生兴趣 然后选择牙医系救度 那希望我们明年举办的时候 疫情趋缓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的国中生 跟高中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有别于一般坊间或大学的医学营 牙医培育营 课程完全由专业的牙医师来授课 使用牙科临床材料做实验操作 四天课程下来 相信对学生们的学习历程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导